7月舉行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在花蓮圓滿落幕 來自新北市雙溪高中的李安逸 勇奪田徑高中男子組800公尺金牌 這也是雙溪高中校史上 首度有學生在全中運拿下金牌 捷報傳出也讓雙溪高中 全體師生都餘有榮焉 大家都不想說 不想給我太大的壓力 所以就說破自己的紀錄就好 然後在別的過程 我也覺得 跑起來感覺第一圈 就放鬆心情的去跑 很享受 然後到最後我覺得 自己把所有的力氣堵在那一個攻擊的瞬間 就不管了 就一直衝了 當下跑完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因為從來沒有 自己都沒有想過可以拿過全中運的金牌 李安逸就說在這段集訓過程中還碰上自己確診 甚至沒有信心可以參加比賽 但還是每天按表操課 逐漸恢復體力 並回顧自己以前的比賽影片 慢慢找回在場上的感覺 我們在設想說應該是有機會可以拿金牌 但是也要克服一點小小的困難度 因為很多高手都在這裡面 然後很開心的是呢 安逸在這場比賽應該是他看過他比賽 在有史以來是發揮最好的一場比賽 也創造出就是史上第二塊的紀錄 我相信明年在我們教練團這樣運作之下 我相信他有機會可以打破大會36年的紀錄 我覺得更高興的是 安逸整個在我們雙系高中成長的過程 那有很多的貴人 像先前呢 有我們有一位真的他的貴人 就看他的送了一張鞋子 讓他這個在球場上好好的 在場地上好好發揮 那另外呢 因為他先前小時候比較愛玩 所以牙齒啊 門面有破損 所以他自己講話的時候呢 會覺得因為牙齒就像 try to like their 就開瘋 開瘋 那我們有個雙中畢業的這個優秀學長 在看到這樣的情況之後呢 這次主動聯繫我們 說他願意幫他整修門面 那對安逸來說也是這個 一講兩得啊 李安逸的教練也說 今年的全中運 可說是史上最競爭的一屆 因為很多好手都是 從高1剛升高2 選手都是一時之選 不過在教練團的目標設定下 加上安逸同學也認真參加集訓 让他在全中运夺金 以他的实力未来无可限量 借成为双C采访报导